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一个 网络小白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商品描述 当你还是一个网络小白时提升商品 描述的吸引力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请确保你的描述清晰简洁 并强调商品的独特之处 避免使用过于技术性的语言 以普通人容易理解为主 同时加入一些生动的形容词 使商品在顾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商品描述中特别强调解决 顾客问题或满足其需求的优势 举例来说 如果你正在卖一个健康食品 强调它的营养价值以及对身体的好处 这样的描述能够引起潜在顾客的 共鸣增加其购买意愿 此外利用引人入胜的故事性描述 让顾客能够在心中建立起 与商品相连的情感连结 这种情感连结有助于 提高购买决策的可能性 使顾客感受到购买是一种价值的投资 总的来说 透过清晰吸引人的商品描述结合优势 强调和故事性元素 你能够在网络行销中 更好地吸引潜在顾客 其次在网络行销中 强化商品描述的视觉元素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考虑添加高质感的商品图片 展示商品的各个角度和特色 清晰明亮的图片 能够吸引顾客的目光 并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商品外观和特性 另外如果可能的话 制作产品的示范影片 也是一个极具效果的方法 透过影片 您可以生动地展示商品的实际应用场景 让潜在顾客更容易想象 自己拥有这个商品的情境 这有助于提高购买意愿 同时 也让你的网络行销更生动有趣 那么一个网络小白要如何提供 有吸引力的商品描述呢 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建议如下 1.了解产品特性 先了解产品在市场上的特性或特点 这样才能在描述产品时提供更加生动的叙述 2.列出要点 在描述产品时不要过于冗长 列出最重要最具价值的特点 这样消费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明白产品主要特点 3.基于实际的事实描述 描述 产品时要基于实际的事实 而不是夸大产品的特性或功能 4.语言要简单明了 尽量使用简单的词语 避免使用技术专有名词和难懂的词汇 除非你的受众群体是企业或技术人员 5.利用故事或情景来描述产品 描述产品时可以先说一个故事或情景 这样可以让读者对产品有更好的理解 6.突出产品的优势和好处 在描述产品时 重点要突出产品的优势和好处 这样会让消费者更有动力购买该产品 7.用图片或视频来说明产品 使用图片或视频可以让读者更加了解产品 也更有可能购买产品 要更好的了解产品的特点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阅读产品描述和规格 仔细阅读商品的描述和技术规格 浏览产品资讯 以了解产品的功能特性和性能 2.调查竞争产品 查找类似的产品 并比较它们的特点 确定你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独特之处 3.阅读消费者评论和评价 阅读其他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评论和评价 了解它们的使用体验和意见 从中得到更多关于产品的信息 4.联系产品供应商或制造商 透过电子邮件 电话或社交媒体与产品供应商或制造商联系 询问产品的详细信息 它们通常能提供更多有关产品的细节和特殊功能 5.实际的使用产品 如果有机会的话请尝试 实际的使用产品 以便更好的了解它的特点和实际效果 6.参加产品研讨会或展览会 参加相关行业的研讨会或展览会 这是了解产品最新特点和趋势的好机会 同时也可以询问产品专家关于产品特点的问题 综合以上方法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产品的特点和优势 这样在提供产品描述时会更有信心和说服力 当涉及到获取更多产品资讯时 具体的产品类别可能会有所不同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产品类别 可能会提供较多资讯的例子 1.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电脑相机等 这些产品通常在官方网站上提供详细的产品规格 功能介绍常见问题和支持资源等 2.厨房家电 例如冰箱洗衣机烤箱等 许多品牌的官方网站会提供完整的产品资讯操作指南保养手册等 3.汽车和摩托车 许多汽车和摩托车制造商都有详细的官方网站 提供车型规格技术资讯配件和维修保养资讯等 4.美妆和护肤品 常见的美妆品牌通常在官方网站上提供产品细节 成分列表使用建议和客户评价等 5.家具和家居装饰品 许多家具品牌会在官方网站上提供详细的产品型号 尺寸规格材质资讯和组装指南等 6.运动用品 例如运动鞋健身设备户外用品等 品牌网站和体育用品商店通常提供详细的产品资讯 功能说明使用指南和评价 这仅仅是一些常见产品类别的例子 其他产品类别也可能提供大量的资讯 来帮助您更好的了解产品 记得在获取资讯时建议确保 从可靠的来源获取资讯 如官方网站或授权的经销商 如果您要获取产品资讯有多种 可行的方法以下是一些建议 1.官方网站 产品的官方网站是最常用的资讯来源之一 在官方网站上您可以找到详细的产品介绍 规格功能价格以及其他相关资讯 2.在线零售商网站 在线零售商网站如亚马逊Ebay等 通常提供有关产品的详细资讯 用户评论和问答区等可以帮助您了解 产品的实际使用体验和其他客户的意见 3.专门的产品评测网站和部落格 有很多网站和部落格专门评测和提供产品资讯 这些评测网站和部落格通常提供详细的产品评测 功能比较和使用建议等 4.社交媒体和论坛 参与产品 相关的社交媒体和论坛 可以与其他用户交流并获取他们的意见和回馈 您可以加入相关的讨论团体 提出问题并寻求其他用户的建议和意见 5.实体店面 如果您有机会亲自前往实体店面 您可以咨询店员并观察该产品的展示和演示 店员可能能够提供有关产品性能 使用方法和其他相关资讯的帮助 无论您选择哪种方式 请确保获取的资讯来源可靠 并考虑多方面的意见和回馈 这样可以帮助您做出更明智的购买决策 并选择最适合您需求的产品 除了商品描述建立一个互动性强的网站 或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增加吸引力的途径 定期分享有趣的内容回应顾客评论 举办抽奖活动等能够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 建立起更紧密的连接 总括而言透过丰富的视觉元素 实际应用展示以及积极的互动 你能够提高商品在网路上的曝光度 吸引更多潜在顾客并提升你的网路行销效果 另外建议你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扩大商品的知名度 建立一个专业的社交媒体账号 分享有价值的内容 例如使用教学产品特点顾客评价等 这有助于建立品牌形象并吸引更多潜在客户 积极参与相关社群是扩大影响力的良好途径 参与讨论回答问题分享你的专业 知识同时也建立自己在行业中的声望 这不仅能够提高品牌的可信度 还能够吸引更多目标客户的关注 除此之外考虑运用网路广告 以有针对性的方式推广你的商品 使用社交媒体广告平台根据目标客户的特征和兴趣 设定广告头发 提高广告效益 确保广告文案引人入胜并负上 吸引人的图片让广告更具说服力 总体而言 透过社交媒体的有效运用 包括内容分享 参与社群以及有针对性的广告头发 能够让你的网路行销更为全面而成功 最后 不要忽略客户反馈的价值 积极回应顾客评论 无论是正面的肯定还是负面的批评 都是建立信任和品牌忠诚度的机会 确保及时回应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这有助于塑造积极的客户体验 最后保持学习和更新的心态 网路行销领域变化迅速持续追踪行业趋势 学习新的行销技巧和工具 参与相关的线上课程或参加行业 活动保持对网路行销策略的敏感性 以确保你的方法始终保持竞争力